今天我想看一條assumptions about me 我之前在instagram收集了你們對我的assumptions 不好意思拖到現在才拍 因為在開始這條影片前講一下我的近況 而且我真的很久沒試過坐定定在這裡拍片 因為看我的影片也看到很多vlog 或者是之前拍錄的影片 然後剪回來 而且也沒有以前更新的頻密 一年後也發生了很多事情 令我心情欠佳 沒什麼mode拍片 因為我一沒mode拍片的時候 就會NG看到一次 因為NG的時候影片長會很長 然後剪接的時候會花更多時間去剪 所以我寧願沒mode的時候不拍 可能等到心情正常化 或者好心情的時候才會拍 也可以看到我的社交媒體 可能instagram 或者youtube 就沒有以前那麼活躍 我youtube的時候是之前一個星期 post 甚至有段時候是一個星期兩次影片 而instagram真的發了很多 而且live也是 多謝你們的留言 我每一個都有看的 你們也可能問我為什麼這麼久沒有開live 或者叫我開live 現在已經八月了 所以希望接下來可以像以前那樣 一個星期出一條影片 還有發出一些instagram 未必會日常 因為發現日常也太多 可能發出一些IG stories 還有live也是 希望可以回復以前 一個星期一條影片 不過這個比較難 因為現在 而且不只是我心情的問題 我還有 因為我雖然心情不太好 但我也不可以停止所有事情不做 我感覺好像浪費汪音 所以我這一陣子在做什麼 就是我籌備我的生意 因為真的太多事情要做 加上我這個summer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班 我是第一次讀書以來 我沒試過summer不take classes 完全沒試過 然後這個summer semester 我就是全力以赴 去搞好這盤生意 因為真的 所有事情都是 而且我是沒有co-founder 所以只有我自己一個 所以所有事情都要 下手下腳去做 還有 我當然也有 hire其他人去幫我 但是 因為都是一些網店 所以我 我也懂得怎樣去做網頁 但是沒有說去到e 就是沒有那麼pro 就是professional 沒有那麼pro 接下來九月頭 我就開學了 所以我希望 可以籌備好這盤生意 開學之前 因為一開學的時候 有開始忙 就少了很多時間 那些 所以現在也努力中 祝我好運 大家希望我可以搞定 但是也有點問 因為現在其實 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是八月八號 美國時間 即是你們的八月九號 然後我還有 少於一個月的時間 去籌備 所以 到時候再看一點 而且我開啟的時候 一定通知大家 會拍一條youtube影片 這一年我也有去旅行 那些 而且 我只是拿了summer off 但是我其實之前summer 也是上學 那些 所以 也是在做這兩件事 即是生意 還有上學 睡覺時間 如果真的認識我的朋友 可能有去聽我的live 那些朋友 都知道我是夜鬼 我沒有四點都不睡 我可能是凌晨 現在我很乖 通常一點前 就已經睡了 而且你們可能 可能會看到我 為何我instagram也有post 因為我的post 這一年也多了時間給自己 處理自己私人的問題 那些 好了 我們說完我的近況之後 就到這個assumptions about me 我的電話就在這裡 我之前screenshot了你們對我的assumptions 還有有時候 可能assumptions差不多意思 或者重覆了的時候 我就不會回答 因為也是同一個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 不是問題 第一個assumptions 這個assumptions 我發現大部份youtubers都會有 因為我也有看過這段影片 就是 說 我是來自一個有錢的家庭 在亞洲 然後我是從小到大 好像對我公 我家人對我公主對待 然後這個assumptions 真的是見仁見智 因為有錢對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始終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在美國的話 國際學生 如果是在其他國家 來得美國 讀書 而且就算不是國際學生 可能讀私校的時候 其實是在付貴學費 那些 所以來得美國 其他國家讀書的朋友 家境也是OK的 另外家人好像對我公主 對待 這個也沒有對於錯 因為始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沒可能 說完我所有個人的事情 在網上 而且始終 社交媒體 或者youtube片 其實也是我自己放上去的內容 所以很多事情 可能你只看這段影片 那些時候 很難說真的會看到整個畫面 所以這個也沒有說對 或者錯 我是Chanel和粉紅的 超級粉絲 這個就是 對 超級喜歡粉紅色 不知為什麼 看到粉紅色 就覺得那樣東西很漂亮 而且也要看哪一種粉紅的 我覺得我真的喜歡 Baby Pink 如果太... 有些粉紅色我都會不喜歡 可能太沉的那些 我也不太喜歡 Chanel就是 不用說 是我的第一 最愛 下一位朋友說 不會再回香港 不是的 我也會回香港 但是可能是 因為我始終都很喜歡 美國這裡的生活 暫時我現在 也是在這邊創業 在這邊發展 那些 所以未來的事情 就不知道 但是暫時 沒有說真的 完全回香港 但是也會回香港 說去旅行 探望家人 也會 然後如果遲些 有什麼轉變 也會通知大家 讀書很勤奮 很喜歡跟人分享喜悅 很容易開心 很美女 謝謝 而且笑容很美 謝謝 然後讀書很勤奮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其實我不聰明 所以就是 將勤補絕 然後很喜歡跟人分享喜悅 也是的 因為之前也說過 我一沒mood的時候 就不會拍片 很容易開心 我也覺得是 然後很美女 謝謝你 笑容很美 也謝謝你 這位朋友 跟我認得你 因為你經常會在我的live 還有你也會留言給我 謝謝你的支持 下位朋友就說 Foolie 是對的 因為 有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 即是旅遊影片 尤其是 然後只是吃 拍食 因為說真的 其實真的 很多時候去旅行 最重要是吃 我覺得 除非去Vegas 賭錢 那些 或者有些什麼 其他地方購物 但很多時候 L.A.所有東西都可以購物 所以 吃東西是最重要的 反而我回到L.A. 不是去旅行的時候 反而L.A.不是說真的 一個食物 因為 我最喜歡留在家 所以 很多時候都是自己 煮東西吃 那些 但我也 我也覺得 算是自己 一個食物 下位朋友 我認為我跟家庭不是太親密 我愛你 謝謝 然後是對的 其實我之前在Live 還在開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提過 我不是說 跟我家人聊電話 一個星期也沒有一次 然後 可能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 就會 一個星期聊一次 但之後 人越大了 住久之後 就 沒說 那麼近 有可能是文化的問題 因為西方的文化 會說我愛你 那些 然後 還有我家人比較傳統 所以 對 就說我胖 然後 其實也有一點 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不被人罵了 其實我不足100磅 但 我身形比較矮小 我就是5呎 2寸高 所以 對比起來的時候 還有 上鏡的時候 一上鏡就肥5磅 5至10磅 所以 最近 也維持在96磅 左右 以前是92 但現在是96 甚至吃飽飯 是97磅 所以 希望可以 去92磅 下一位朋友 假設我不會看價錢牌 當我購物的時候 我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其實也是一本本對的 對 當我看價錢的時候 買Chanel包包 或者買貴的包包的時候 我一定會看價錢 但如果可能去goesery store 或者去餐廳吃飯 通常我完全不看 現在就好了一點 現在也會看 但是 之前真的完全不看 goesery store 因為 始終都知道 貴也有限 而且餐廳也是 貴也有限 我也知道 這是一個很壞的理財習慣 如果想存錢的時候 人真的什麼都要看 所以現在我也 現在正在改變了 下一個就是很喜歡看我goesery hall 還有為什麼我買這麼多零食 但還是這麼脾氣 那些零食我其實不是一次過吃完 對的 我一買菜的時候 可能吃一個月的 或者甚至 Depends 如果我買白菜 那些 我可能吃幾天 但如果我買零食的時候 我可能吃一個月 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 所以我就 對的 不是說吃的零食 我也是 對的 始終我也是 怎麼說呢 雖然吃飽飯的時候 想吃一點點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吃零食 但其實我本身已經飽了 所以 還是吃一點點 然後 然後 因為朋友說最近 在忙什麼工作 那個包包APP做好未 然後什麼時候才會開始 對 就是關於我的生意 還在忙 現在還沒開始 到時候開始開啟的時候 一定會通知大家 下一位朋友說 我只是hang around rich people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我什麼類型朋友都有 只是在乎 是哪一個圈子 因為我始終上學 所以我會有同學 如果我真的拍youtube影片 我也有youtube的一班朋友 還是那句 rich 每一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我是married 是不對的 然後 我的感情狀況 是私人問題 不回答 下個朋友 假設我有500多的包包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我大約數過一下 大約是200個左右 我真的不是太知道 但是 肯定沒有500個plus的 下位朋友說 一直都順風順水 沒有挫敗過 人生勝利 組組員 是不對的 因為也是那句 youtube上面的內容 或者社交媒體 都是我自己放上去的 所以很多時候 失敗的東西 都不會在這裡看 而且始終那句 都是想stay positive 在我這個頻道 也不想放負 那些 而且我個人是比較奇怪的 可能有些朋友說 朋友是分擔 有什麼不開心 可以幫你分擔一下 但我覺得對我的朋友不公平 如果我 就算我對朋友 我也不會放負 可能放下少少 超少 真的很少 所以 通常都是我自己 可能在家裡自己尋思一下 然後可能自己 我是怎樣去放鬆減壓的 就是看劇 或者看youtube影片 我就是最喜歡的 然後 這樣 對 我 對 其實我很快 平復心情 很多時候 除了大件事 的時候 我就會花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但是正常的話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對 我是很快會忘記事情的人 所以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其實我很快會忘記 對 可能播放少少劇 少少youtube影片 之後就忘記了 好 朋友就說零食 是不是覺得我很喜歡吃零食 嗯 也是 也是 很喜歡吃亞洲的零食 例如熱浪 紫菜 那些 但是 儘量也不說吃那麼多 因為始終也不是太健康 而且 我不是吃 從小到大也是學的 這個 比較適合 也比較不適合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也 挺 荒廢學業的 對 不是太 讀書 因為分心 某些事情 要分心 所以 不過現在 大學那些之後 可能人大過了 成熟了 那些 不會說 為了某些事情 而分心 所以 從小到大也是 但是 我的成績也不錯 之後就說 拍攝愛馬仕開箱姐姐 暫時沒有 因為最近我其實 沒有在HMS買東西 還有我接下來 也有一個 很遲來的 LV Hall 我想 可能今天也拍完 但是 也沒有別略 可能我 下星期才拍 那些 接下來 希望在這幾個星期之內 就會出LV 這個 又小到大 謝謝你 先 然後其實 我 真的很難答 我覺得 懂得打扮 人越大過了 就知道自己 怎樣化妝 或者打扮了什麼衣服 或者頭髮怎樣弄 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覺得懂得打扮 其實我從小到大 但樣子 大概沒有變得 可能唯獨是我的雙眼皮 因為我 是比較 不是那麼深的 我小時候 但是越大過的時候 可能眼皮開始 所以 就越來越深 我的雙眼皮 但是 對 我沒有整個 完全沒有整個用的 所以是一樣 真的沒有特別 還有一件事是 枯了牙 我就是有枯了牙 所以也有幫忙 枯了牙 所以 對 然後我是25歲 謝謝你 我就不是 我今年29 我現在28 我就是9月14生日 所以也差不多了 對 還有一個多月左右 我就是29歲 哇 真的快 對 29之後 我答了三字頭 不好意思 關於我的英文字幕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 其實英文字幕 不是我自己打的 是我另外請人幫我打的 所以也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也開始 上去 所以很多時候 因為我剪完片之後 我就會 copy and paste 頭那一部分 就是中英文字幕 但是我會補回 很多時候的英文字幕 但是 對 中文字幕經常會有 是很快手的 但是英文字幕 需要多一點時間 真的不好意思 做更加協助 做一些善事 其實我也覺得需要的 而且我忘記了 片頭 這一年 其實我有做義工 就是協助 幫助一些 有 一些 隱形的 朋友們 沒有說是小朋友 或者所有年紀 就是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 那些 然後 希望接下來 都可以 繼續做更加 其他 類型不同的善事 然後 我現在也有 繼續做協助 還有 也有 再養我的兒童 所以希望稍後 多一點時間 做善事 好 平日說 我有男朋友 而且非常愛我的 對 私人問題 就不回答 所以有感情 關於感情 家裡的問題 不好意思 就不回答 下一個問題 就說 我喜歡Chanel LV 其實也是 真的 但是兩個都喜歡 不是說差太遠 就是他們 喜歡的程度 你是副家 簽金 Elaine通常都會 回答私人問題 不行 很適合 適合 適合我才說完這一句 我認得你 你經常去過 這個Live 留言 多謝你支持 很久沒見 很久沒談 飯是我最愛 是對的 我很喜歡 粥粉麵飯 然後飯也是其中一個 我很喜歡澱粉質 有時候帶 也真的是飯桶 然後 現在長大了 飯也要整個小時 煮 所以我通常煮 洋餅 麵 會快手一點 classy 謝謝你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我始終喜歡的東西 都是比較classy classic一點點 比如chanel那些包包 而且我不是說 太喜歡太潮的衣服 或者包包 那些 當然我也有一些比較潮的東西 但是通常我大部份的東西 都是比較classic一點點 另外那兩個概念也是一樣 所以他回答了 然後這個就說 你是一個私生女 是不對的 我不是私生女 我就是有一個正當的 爸爸和媽媽 下一個朋友就說 我的家人是住在 Mid Island 即港島區 其實是不對的 我是九龍人 我的朋友Mariko說 You're a super fun 多謝 他就是我同學的女朋友 然後 然後就是一樣一樣一樣 然後 這個譬如說 我有很多的朋友 嗯 朋友也有很多種的 如果真的很close的朋友 真的不多 真的很少 但是如果你說 hi by friend 或者認識的人 我覺得 因為始終 我是一個社交媒體的 所以始終 所有東西都是公開的 所以 對 認識的人比較多 但是說 close friends的話 真的不多 對 下一節 就說 也是關於 relationship的問題 就不行了 smart 謝謝 然後 我就覺得自己 不用smart 因為 對 我經常覺得自己 可以再聰明一點 可以再快一點 可以再聰明一點 其實我總共 問過兩次 在我的IG那裡 所以我現在 可能中間有我的照片 然後現在 回到我第二次問的時候 Strong woman 謝謝你 然後 Strong woman 我也覺得是 起初不是太過分 但是很多時候 可能身邊的朋友 同學 就是說 我一隻身來到美國 我就不覺得是 什麼回事 自己去處理 可能自己的生活 我完全不覺得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越 聽得多 後來想想 好像是 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 可能有家人 那類型的東西 而且 不止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本身自己比較獨立 所以我輕易覺得得到 還有還有其他 也是那句 有些東西 鏡頭前 我沒有跟大家說 沒有公開跟大家說 我也覺得自己 能解決得到 所以也算是 河頭之理財 這方面的東西 就不在這裡說 因為始終 我沒有考驗 沒什麼資格 沒什麼資格 這樣說 所以 不分享這些 我不喜歡 煮飯 You don't like to cook 嗯 不對 我也OK 算是 沒有說喜歡不喜歡 因為其實我現在 對 其實我大部份 家裡的時間 都是自己煮東西吃的 對 剛剛也說過 通常我旅行的時候 通常會 做了餐廳 就是外出吃 吃好東西 回到家裡 就會自己煮東西吃 那些 對 所以 不可以說我不喜歡煮東西 但又不可以說我喜歡 頭一節 就已經回答了 就是問有沒有錢 然後 之後那一節 就是我有沒有 Chanel 或者LV 是sponsor我 去購物 那些 就是沒有的 所有的Chanel LV 明牌包包也是自己 出錢的 沒有sponsor 如果sponsor就好了 對 對 我就會sponsor我 Chanel 和LV 但是 他們也有送東西給我的 之前也有拍片說過 可能拍LV購物的時候 可能聖誕收到 圍巾 絲巾 那些 而Chanel又收到一個包包 但是那些也是 可能我買很多的 所以 也是一些 對我太好了 就是送給我的 有沒有用Hair Oil 我就是有的 每一次洗完頭 之後都會用 我現在就是用Morganic Oil 也非常推介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然後 好像用了很久 一支 然後我通常都是pump兩下 然後 塗到髮尾位置 可能是耳朵對落這些位置 然後 之後 一樣 選男生有什麼條件 這個有點不同 對 就是選男生的條件 其實我在Live 那裡 都答過很多次 但是可能是Youtube的觀眾 可能沒聽過 或者我Q&A可能也答過一下 不過我再講一下 然後可能也有一點改變 因為始終人大了 我今年29歲了 然後我的擇偶條件 當然是對我好 先講一下內在尾 之後再講一下外在 就是對我好 然後誠實 很重要 而且有上進心 也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 沒有上進心 跟鹹魚沒有分別 善良也很重要 而且對其他人好 對一些不認識的人好 因為如果他只是對我好 但如果對其他人也很差 其實真的 對 真的不是太好 可能有什麼事 真的不在一起 這樣 就對我不好 別糟 還有 還有 剛剛也說了 我長大了 所以 可能是 一個好的爸爸 我選擇偶的時候 真的想著 可能是我未來的老公 沒有想著拍散拖 我真的不是這些 喜歡小朋友 因為我自己也是想有小朋友 而外表方面 一定比我高 不是太難 但是 可能也喜歡一些比較高 而且 不喜歡太瘦 而且現在有點熱 因為其實 一百月 我家裡沒有冷氣 然後我有個風扇 但我不想太吵 而且我忘了 我現在才發現 我忘了開咪 其實我會掛一個小咪 剛剛才發現 開了風扇 所以可能是美風 可能看到我的頭髮有點動 希望收音 真的可以 我居然忘了戴咪 這個那麼重要的影片 這段影片全部都是說話的影片 對 不過算了 不要緊 我不想再重拍了 因為重拍的時候 沒有了真實感 第一次的感覺 所以 我會繼續的 剛才說到他的摘偶條件 再說到他的外表 不要太瘦 對 因為我覺得太瘦的男生 感覺好像弱不耿風 沒有那個男子氣概 但又不要太大隻 我不喜歡筋肉人 肌肉男的 可能小肌肉 不要太誇張 很一塊塊 好像一塊石頭 一塊塊 太誇張 我就不太好 那種 可能做一下運動 也挺健康 我覺得健康 是最重要的 做運動的時候 我是看內在多一點的 多於外在 因為始終 那個人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我選擇偶的時候 想著可能 有機會是我未來老公 我不是那類散拖 所以我覺得外表是會走的 你的朋友不是很多 比較喜歡自己跟自己相處 是對的 自己喜歡跟自己相處 是非常對的 其實我是很窄的 我是一個窄女 我可以一個月不外出 只留在家裡 如果有東西吃 我真的可以不外出 我是 對 你也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拍到youtube影片的朋友 其實是因為在家裡很窄 所以才開始拍youtube 而且認識自己跟自己相處 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你的開心 不是在別人的身上去拿 所以更加是朋友 不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認識自己跟自己相處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我現在眼睛 不斷吹了風過來 所以不斷斬 我用什麼brand的 hair conditioner 其實我就是不用hair conditioner 我就是用hair mask 因為我頭髮比較長 所以我就是用開髮膜 我就是隔天用髮膜 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記得塗在耳朵對落的位置 我用的牌子有好幾個 推介是sucido 是final還是final的髮膜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都說過無數無數無數 這麼多次 另外那個叫做 什麼名字呢 macadamia 對 macadamia 那個髮膜 很久一段時間不會用 因為最近也是在用sucido那個 然後那個也不錯 我也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而最快推介的 這個是性價比比較最高的 而且我也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就是那個澳洲袋鼠紫色那支 很便宜 好像3元而已 在美金 在target那裡 不知道2.9元還是3元 你是不是賣很多你的袋子 所以你可以繼續去買你的包包 不是的 我就是沒有買到我的袋子出去 可能因為我看到有些留言 有些朋友可能以為我是做代購的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有時候價錢牌還沒拆 那些 因為有時候收拾很難的 因為我拍完那個call片之後 還要拍一個try on 通常我是同一天拍的 所以有時候未必說是 剪好牌子 通常我也 有去吧 因為你們想看是戴上去之後 感覺是如何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沒有馬上剪牌 那些 但是呢 之後我收拾東西的時候 就會剪回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會 覺得我代購 或者拿去買 那些 不是的 其實全部都是我自己的 那些包包素 所以我就沒有去買出去 然後再買新 就沒有這個習慣 不過可能是 比較醒目的方法 這樣 不過我又捨不得去買出去 被爆爆 所以就 對 下一位朋友就說 outgoing 對 我其實是 為什麼呢 其實我一半一半 因為我剛才也提醒過我是宅女 我是可以很宅女 但我一出街 出到去活動 那些 我是非常outgoing 我很喜歡說話的 其實 我可以說很多話的 因為 我開過很長的live 開過八個小時 六個小時的live 我一些話題片 都可以說很多話的 然後我這段影片 我也不知道會有多少 我已經按了很多次 已經拍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拍了 太多話說了 fashion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是非常對的 所以可能我就是成為 這個社交媒體影響者 因為 其實有收到大 我都很喜歡 買東西 襯衣服 買包包 那些 有收到大 都很講究 我的自己的衣著 打扮 那些 我完全是 可能有一段時間 隨便過 可能是undergrad的時候 那時候比較忙 而且 始終上學 不需要fashion 完全是 因為 穿著睡褲上學 那些 完全沒有人看 而且 那時候太繁忙 所以沒時間管 那些fashion 我喜歡kpop 不對 這個 不對 其實 雖然我有去過 GD演唱會 在美國 這裡 但是 我收到訊息 一段時間 我就 不喜歡kpop 我會得罪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喜歡kpop 我其實喜歡美國的pop music 可能現在流行什麼 那些 那些 跟我的朋友說我喜歡美國 比中國多 其實也對 因為可能我住在這裡頗長的時間 我真的習慣了這裡的文化 而且也很喜歡這裡的自由 而且不要說人 欠人天氣 住屋 這些 種種的問題 我真的喜歡美國這裡多 我猜人人有男友請你吃飯 人人有男友 你是不是在說人家的男友請我吃飯 如果是這個意思的話 就不對了 其實我 我的relationship方面 比較傳統一點的方面 我覺得 如果是我朋友的男友 真的需要保持一段很大的距離 要保持一段距離 因為始終都是別人的男友 那些 所以真的 真的秘技很多 那些 所以 我真的 這方面 我跟男生 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但真的很少 因為我覺得 男同女 很難做朋友 真的 有的 但真的很難 但 我有位朋友叫Eric 如果有看過之前的片段 就是之前在學校裡認識的 就是在一個 Happy Hour 學校這裡認識的 然後 唯獨是Eric 但是Double Fun 我的朋友也是女生 所以 比較傳統一點 我也是 其實跟問我的fitness routine 和我怎樣on diet 就 我之前有做瑜伽 但現在是完全沒有 這一年也沒有做瑜伽 沒有一個 routine給你了 真的不好意思 既然也是保持一段時間的做瑜伽 其實我也蠻喜歡做瑜伽 和bar workout 為什麼我喜歡做瑜伽 是因為 當然可以鮮條一點 瑜伽 我不是太喜歡太大顆的 還有心境方面 因為瑜伽也是比較慢一點的 運動 所以 好像一個meditation 那些 可以做完瑜伽之後 心情感覺是非常好的 而另外為什麼我會喜歡做bar workout 是 也是 我覺得線條方面 比做機 bar workout 現在香港我也看到 開始多一點 現在 在美國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真的有巴黎帽 那些bar 之後會這樣 動一下腳 可能看一下youtube影片 去看一下 有點像巴黎帽 那些 我覺得這兩種運動 做完之後 身體的線條比較漂亮 因為我自己是 比較喜歡一些 可能很滑的身形 不是說 不喜歡很大顆 有肌肉 然後 我有沒有男友 對 問題就不回答 理想多想結婚 這個可以回答你了 我的理想結婚歲數 大約可能是三至頭 因為我自己剛才也說過 我也是想有小朋友的 我想有兩個小朋友以上 可能兩個 或者三個 三個 三個是最多的 可能兩個 容易打你 然後 我想結婚之後 可能一年 或者兩年 之後會馬上生嬰兒 所以 而且 好像說得很長 不過順便 關於這個話題 順便說 我想什麼時候生兒子 從小到大 還是想生兒子 生兒子 但是 之前 會覺得 可能35歲 可能40前生 也沒問題 之前有這樣想過 因為我是想創業 那些 但是現在可能又長大了 然後想想想 可能35前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始終 雖然我沒有說 好像以前那麼勤力去拍片 但是我也有看Youtube片 真的很多 大部份的Youtuber 都有生兒子 35之後生 或者 月遲生的時候 身形是很難保持的 然後 我也知道 平時做瑜伽 你也知道 很難保持身形 而且始終是愈來愈肥的 不會瘦的 所以 發現 35之前生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我之前也不覺得 這是什麼回事 但是 可能現在 年紀大了 然後 再想清楚一點 假如如果真的 35歲之後才生 假如當35歲生 35歲生 那小朋友 大學畢業的時候 通常都是22歲 當22歲畢業 然後 到時 我就是57歲了 如果35歲生 然後 一來35歲生 身形很難保持 之後 感覺好像 差太大 然後我差不多60歲 小朋友才剛剛 20歲大學畢業的 感覺 好像 好像 覺得可能 早一點 35歲之前 生完 始終 身體力行 還可以 你知道 年紀力大 很奇怪 然後 沒有那麼多精力 動力 好朋友 覺得我有點懶 讀書的時候 還有 很分心 很多 有些科目 我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會很專心 但有些科目 真的很悶的時候 我就會分心 那些 所以真的要看看哪一科 一夠睡覺的時候 我會非常專心 但我不夠睡 可能有點累 睡不足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分心 很有錢 和高學歷 但 分別人肯 夠好 謝謝你 然後 頭那一部分 之前也踏過 也是見仁見智 高學歷 也是 對的 而且我真的 覺得學業非常重要 所以 我現在繼續這樣 現在拿著我第二個 Master 然後 分別人很肯 多謝你 夠好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我相信 別人怎樣對你 是你怎樣對別人的 所以我覺得 對別人的忠肯 代表 另一個人也會對我忠肯 所以 而且我也相信 Karma 這件事 台灣朋友覺得我 非常樂觀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可能 是關於我 經常忘記的問題 所以很多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其實我也很快忘記 所以 也是 而且我也覺得 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比較正面 從小到大 都是很開朗 活潑 很多話說 很多朋友 不是太對的 這個 其實我發現 去到美國之後 真的很多話說了 很多 很多 朋友方面 其實從小到大 都差不多 close friends 不是那麼多 但是 認識很多朋友 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也蠻靜的 但是 對著我close friends的時候 就會比較開朗 活潑 但是 大家都會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 靜的人 但是 有些時候 對 但是 最明顯的 就是去到美國之後 是非常 活潑 開朗的 然後 很好人 但經常被人欺負 我又不覺得我經常被人欺負 又沒有 很好人 多謝你 也是那句 剛才說的 我也是相信karma 而且你怎麼對別人 你怎麼對你 其實我也是相信這回事 所以 對著 為什麼要對別人不好 對不對 因為對著 不是對別人好一點 會好一點嗎 對 我不旅行去亞洲 日本 韓國 其實我是會的 也是想專注在學業 因為始終如果去亞洲這些旅行 的話 真的需要需時多一點 因為 搭乘機 都沒有了兩天時間 而且一回去亞洲 就會走到其他亞洲地方 所以 對 可能畢業之後 我預計 2021年五月畢業 然後 其實我很喜歡日本 我在香港住的時候 經常去日本 是我 必去經常去的地方 什麼時候會多開直播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 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 現在開始有動力 所以希望 接下來 就可以開直播 然後先看一下 這個朋友有很多問題 多謝小禮的問題 為什麼我不去Paris 去購買Chanel 或者LV 他們的價錢便宜一點 也是那句 如果我去 有點行 因為我風扇吹著有跳舞 然後如果我去Paris 我也會參觀 例如去意大利 歐洲那邊 所以如果去那些旅程 都會可能整個月 所以我暫時沒有整個月的空閒時間 而且我是一個人 是比較 怎麼說呢 雖然我說我是懶散了 但其實我懶散了的時候 都在做很多事情 那時候 然後 這裡是一樣的 而且價錢方面是對的 價錢方面 因為 但好像不是了 Chanel Chanel好像加價 跟Europe差不多了 好像 然後LV一定是 對 在那邊便宜一點 另外一件事 我知道的 是美國多款式一點 可能價錢貴 比那邊的關係 所以可能 在美國買的時候 就多一點款式去購 乖乖女 Haha by your outfit 乖不乖 都是看定義的 對 我覺得自己乖不乖 我都算乖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專注學業 沒有說做什麼 違法的事情 對 沒有反法 那些 然後 也 但是我 我也不知道 算是 這個很搞笑 我家人買獨三獨 不是 是不做正當的 是不做這些事情 然後看看 我也是問我開Live的 然後 謝謝你 真的不好意思 大家 家人大部份 都是在香港的 是對的 只有我一個 就是在美國這裡 然後 就是這麼多 然後 我拍了很久了 這條片的感覺 這條片就完成了 如果看到這裡的朋友 真的謝謝大家的收看 還有 也要感謝所有朋友們 你們的 assumptions 其實大部份的 assumptions 都對的 我覺得 你們真的很了解我 接下來 我也會有一個LV的Haul 還有一個Beauty Haul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點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龍書 好吧 拜拜